哈喽大家好我是Lise 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下那些我们丢不掉的东西 其实这个主题这个视频在两个多星期之前我就想拍了 但是最近呢我的朋友们都开始陆陆续有假期 大家都有时间出来玩 所以我们就玩的比较多 这个视频就有一点点脱更 那为什么想拍这个主题呢 是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 他很想断食离他的衣橱 但是就是他丢不掉东西 所以他就说想找我帮忙就帮他丢 帮我的朋友处理完东西之后呢 上个星期我跟Chris呢 又把我们家里里里外外重新翻了一遍 就把有很多那些可能藏在鸡脚盖拉里面的 不在表面上的这些 我们都把它拿出来了 一个一个都清理了 包括我们楼上的这个储藏间 因为里面确实也有很多我们真的是遗忘了的 也包括那些我们曾经打包在一起 说想要断水离出去 但是就想着说 我们放在那里放一段时间 看想不想起来 如果想得起来呢就拿回来用 想不起来的话就把它断水离 但是那种东西可能沉缝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吧 我都已经完全不记得有它们存在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那些东西真的就直接就清掉了 那在这两次清理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每个人对于丢东西的或者说什么东西留什么东西不留 它的想法它的标准是很不一样的 那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我总结出来了有五种大家会丢不掉的东西或者说在取舍的时候比较难 第一种我认为是比较可怕的 是也是大家生活中经常能遇到的 就是自己幻想中的未来觉得自己可能会用到 为什么说幻想呢 因为这个不是你真正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用到 比如说你就知道你夏天会用什么 冬天会用什么 而是说万一我到了什么时候 我到了哪一年纪怎么怎么样 我要是没有这个东西 都是各种各样子对于未来的幻想跟假设 这个问题其实发生在我跟Chris身上不是很多 我们两个确实比较少会担心说 以后如果万一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什么 总是想着说就如果到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再买就好了嘛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 当我出厂试着帮我妈妈断舍利 她家里的东西的时候 每当我拿出来一个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东西的时候 你明显能看得出来 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还在 她都会说 哎呀这个东西居然还在 哦它在这里呀 啊你怎么你在哪里找到的呀 然后我就说啊那你 既然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一看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嘛 我就想说那就可以断舍离掉是不是 她不 她任何这样子的东西她都会抢过来 她就会说啊这个 哦万一我要是怎么怎么是 我什么的时候 啊万一我要是招待谁谁谁的时候 啊万一要是你姐姐出嫁的时候 啊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是一万个万一 也可能是对于这种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啊 或者说那种没有安全感 就让她就一直囤着很多 她其实现在根本用不到的东西 囤到她自己都忘记 原本挺大的空间 但是就被这种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或者说什么时候才能用到的东西 堆积的到处都是 如果说你真的下定决心 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目前的状况 想要改变一下这个囤积的问题 那对于这类的东西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放手的去清理 而且很多你在脑子里面预演过的那种将来可以发生的事情 真正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有很多解决方法的 不只是说你只能非这个东西不可了 就比如说当时我们结婚的那一年 我们在泰国 我妈妈在那里买了很多很多东西 买了很多礼物 除了那些伴手礼就是回来立马分给大家的之外 她还买了很多其他额外的东西 这些东西她是用来干嘛的 她也不自己用 她就存在那里 她就说啊如果说谁是谁家孩子结婚了 或者说啊谁是谁过满月了 谁家孩子过满月了 或者谁谁生日了什么的 然后她就把这个礼物就安排得好好的 就买了很多 但结果呢 其实那个东西一直都存在那里 存了几年 因为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她就没有 压根就其实也想不起来 当时她买了这个东西 她就可能就当时就重新又买了别的礼物送给人家 那她当初存了一大堆这样子的东西呢 就囤也囤坏了 自己用其实也都用不了了 最后就是垃圾就直接丢掉了 所以说真的没有特别必要为未来发愁 为未来担心 除非是真的是说有的东西 你知道你一定会用 而且这个东西呢你也知道你买不到了 就只能是说现在买着 留给将来用了 那我觉得你就可以买上来囤着 但除此之外 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理由 不是说非得要为不知道的未来去囤 来占用你的空间 占用你本来应该享受的舒舒服服的这种生活状态 那第二种大家在选择物品去留的时候会有难度的东西呢 是那些价格比较贵的物品 这个呢我就拿自己来说是吧 因为我就是个典型 那这个也是很直白很容易理解的 当初花了那么多钱 现在不喜欢不想要了 就直接丢掉捐掉一文不值 那不心疼也不太现实 对这种东西的去留 我之前在视频里面也有简单的提到过一些 就不要一上来就开始对这样子的东西大到阔服 那你如果万一后面你后悔了呢 就都是说不准的 我现在其实对于断舍离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理性 因为我也一直在说 我不是说属于什么东西我都要丢的 我真的是要做到家徒四壁 空物一物 我这个我是肯定不会这样做的 到现在为止呢 我还是这个逻辑 贵重的东西 你舍不得丢的东西 一定要放到最后去断舍离 你把钱边很容易断舍离掉的 价格比较便宜的 你不心疼的 就断舍离出去之后 是真的有可能会发现 其实你这些贵的东西 如果你对它还心存怀念 你没有必要去动它 那如果你真的是说不喜欢 我就不想要了 那你就变现去卖嘛 二手市场是去卖 因为大家对于高贵重的东西 去卖二手会有一个价格的心理底线 那比如说你可能你不愿意说 卖掉它五折以下的价格 有的你可能当时买了是一万多块钱 你现在卖二手只能折到两千块钱 那你这个你的感觉会觉得像是它一文不值是一样的 所以你卖出去了心里可能还更不爽 虽然你不想要它 虽然你真的是很不想要它 但你就觉得那个两千块钱拿回来也还不如不拿 那我觉得这个你有两个解决方式 我自己是认为你既然都已经那么不喜欢它了 两千块钱也是钱 拿到手里也是一份就是意外收入嘛 你留在那里其实也是当废品当垃圾了 你就算再不愿意丢它 它也是一文不值 因为你不用它 那第二个办法呢 是我自己有在用 而且我也比较推荐的一个办法 把它送给你身边需要的 真正喜欢它的朋友或者是家人 就比如说我有一条非常贵的裙子 那条裙子应该也有几千块钱的吧 我自己是真的不穿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穿半身裙子 那个半身裙子 而且它的长度也是比较尴尬 就很不嫌我的身材 但是几千块钱的裙子 我挂在网上卖二手 五百块钱都卖不出去 五百块钱我都卖不出去 一顿饭钱都不给我 那我干脆我不卖了 我就 然后我们 因为那个裙子也是稍微有点点大 然后我家人里边 唯一能穿得上我裙子的 就是那个唱歌很好听的表妹 她是可以穿的 我当时就发给她照片 然后那个牌子我也发给她 也是基本上也是新的 我都没怎么穿 然后我就拍照片给她 我就问她 我说你喜不喜欢这种裙子 然后她说啊喜欢喜欢很喜欢 然后她就来我们家来试 试完的时候非常非常合身 她特别高兴的一 就是跳着脚然后就带走了 那就觉得特别开心 因为虽然说我金钱上 我没有拿回来什么东西 但是我感觉我把它给了一个真正 传递给了一个真正 会珍惜她用她 喜欢她使用她的人 我觉得这个要比 我可能两三百卖回来的价值更高 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就会比较愿意是说 就我就直接送出去 对送给我爱的人 而且她也真正需要这个东西的人 那第三种情况呢 是对于别人送的东西 舍不得断舍离 或者说自己的情感上 不允许自己去断舍离的这种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非常容易理解了 我当时跟我帮我朋友 断舍离他的衣服的时候 我发现他其实 就是在这方面比较难 过去这个坎儿 我自己呢 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如果是朋友家人送我的东西 如果我能用 我绝对会用 但我不会有这种情感的羁绊 就如果这个东西是别人送的 但是我自己用不了 我不会一直留着它 就不会留着说 我觉得是朋友送的 或者是家人送的 我一定要留着 我不留着 我觉得对不起人家 我不会有这种感情 不会有这种问题 但经过帮我朋友 断舍离他的衣服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每个人 对于这种别人送的东西的 这种感情牵绊 指数是有高低不一 是很不一样的 我也我不能强迫说 他也可以马上做到说 他不用了东西 他就他不要 这个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其实也不能由我来决定 还是需要由他自己来决定 就当我可能尝试着 说把那堆东西拿走 就是要放到丢的那堆的时候 明显的看到那个 就是他会有很失落的 就那个情感 所以呢 我最后给他的建议呢 就把这些东西呢 你把它们打包到一起 放到储藏室 或者是放到你看不到的地方 就先放在那里 因为你慢慢的看不到他 那其实你对他的感情 就会慢慢的降得越来越低 因为他是很想断舍离东西的 但是他就觉得自己 目前的这个感情 他还达不到 他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我也没有建议他 立马就说把这些东西丢掉 而是说让他感受一下 自己接受的这个速度 接受的程度 慢慢去断舍离 更多公路的东西 本来他想断舍离 是想要让自己更开心 就是想要断舍离之后 自己更轻松 不能因为断舍离 让自己就背负更重的压力 我觉得这个是得不偿失的 那除此之外 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如果你真的是想 断舍离这类的东西 但是你内心上可能还是觉得自己不允许 那你怎么样从心里慢慢去调节 怎么样去转化这个想法跟概念呢 送礼物呢就只是一份小小的心意 你当你把礼物送出去这一刻 这个心意传达到了 其实也就够了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对方的了 对方怎么处理你也就不用想 你真的不用太纠结说 他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适合他啊 真的我有没有礼物送对啊 其实这种想法就会 也是会比较困扰你 我觉得你就从现在开始可以 抛开这些想法 送给他 他怎么样处置 完全是他的事情 如果你是在实体店买的礼物 那大部分商店呢 都会给你这种 可以exchange的小票 它上面不会打价格 但是说 你拿着这个小票 然后拿着这个产品呢 他可以来换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们每次如果说 有能拿小票的呢 我都会拿小票 就把它 就是直接包在礼物里面 其实意思就是说 我东西送给你了 就是我送的是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 你可以就直接去换成 你真正需要的东西 这个呢 就是大家在用的一种 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 送礼的方式 当然如果你是在网上买的 他就没有这种小票 那我觉得对方 如果是怎么处理的话 我觉得也都没有关系 所以当你在送礼物的时候 你的理念已经转变了 转变成 其实这个东西 已经给到对方 他喜不喜欢 是他的事情 他怎么样处理 都是他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感情上 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那你在处理 别人给你的礼物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心态 就因为这个东西 他送给你了 就是你的东西了 你自己来决定 不要有感情的负担 不要被这种包袱 第四种呢 是对于你整个人生经历中 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纪念意义的东西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对于某样东西 会有这种执着吧 就比如说Chris 他是没有办法丢掉票据的 当然无意中被丢掉那些就算了 但比如说我们旅行的票据啊什么的 他是绝对不会丢的 那对于我来说 我以前有挺多这种 承载着某个时间的记忆的这种东西 比如说明星的签名画册啊 签名照啊 或者说当时特别喜欢的CD 或者说我当时就去DVD店 课录的比销利所有的这种跳舞现场的这种视频 等等等等七七八八的 但这些呢 其实也都过去了 就我觉得我现在不太需要这种东西 实体的这种东西来承载我的记忆了 所以那些东西我都断舍离了 但是我现在唯一一个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断舍离掉的呢 是实体相片 因为我小时候的相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寥寥无极能找到的 也不知道是因为家里搬家太多次吗 还是说家人不小心都丢了 还是说不小心烧掉了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原因 但是小的时候照片真的非常非常少 我们来到挪威之后 然后他妈妈就给我看 Chris他们小的时候的相册 就其实有挺多落的 就不同时期的 各个时期的 就比如说那个时候 他们一起去某个地方玩 然后那些照片 或者说姐姐结婚的 或者说叔叔结婚的 或者什么的 就每个时间 他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记忆 而且那个时候 因为没有我们手机这么方便 可以存纸质的照片 这个那个电子的照片嘛 都是写出来的这种照片 但是我就看了 看了一页一页翻照片的时候 我就好像感觉 虽然我认识Chris呢 是他成年之后才认识的 但是因为有了这些照片 我就能感觉到 我好像了解他就稍微更多一点点 就是那种感情 就可能会又更走进一步吧 而且我自己也是希望说 我一辈子走过来 如果还能看到我以前 就是往年的这个经历 也是挺好的 每年的这个状态啊什么的 等我们老了 就或者说 也不能说老了 那么快就老了 等生了孩子啊 生了宝宝啊 其实也可以给他们 看我们当时年轴时候的 这些样子啊 照片啊 就是我觉得就真的就挺好的 我们也不会说 什么照片我们都洗出来 就只是 如果我们是用胶片相机照的 那我们就洗出来 如果不是用胶片相机照的 我们也不会说 刻意的说 就去把它洗出来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就这样子的东西 讲真的 可能有的人会批判说 现在都电子手机时代了 你什么东西不能手机上看呢 就非得用纸质照片 但我觉得 我就不行 我还是要看 我觉得就真正回忆什么样东西的时候 还是看纸质翻来 一页一页翻的照片 就看得更有感情 就像很多人看书 就喜欢看纸质的书是一样的 大家可能看到这个主题 以为是说我总结出来这五种 都是要毫不留情的 断舍离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初衷不是这样的 就如果这个东西对你造成了困扰 那你就要断舍离 虽然它选择起来比较艰难 就可能你还舍不得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想断舍离的 那你就可以去动手 但如果这个东西给你带来愉悦 给你带来幸福感 开心的感觉 那你为什么要断舍离呢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这条线大家要分清楚 那最后一种情况呢 其实是包含了前面我说的四种情况 还有其他我没有提到过的情况 那就是单纯的囤积问题 其实可能现实生活中 大家遇到的情况呢 不会说特别严重 就只能是说有轻微的这种 囤积习惯跟囤积问题 但是也会有一些是真的是 重度囤积问题的 就先说我妈妈这种情况吧 她是属于这种轻度 或者说中度囤积问题的 她不是说因为什么原因 去囤积一个东西 她是所有的东西 她都能囤积 比如说她去面料市场 进面料的时候 每次都会给她一个袋子 因为面料市场的袋子 都相对来说比较大比较厚嘛 每次买回来的塑料袋 她都会留下来 说下一次去面料市场的时候 她要带着 因为一方没有袋子啊什么的 但是其实每次她都有袋子 以至于当时家里面是刺猬 刺猬 她虽然空间不是很大 但是刺猬塞满了塑料袋 进去你就能看到 塑料袋堆起来的山 这个是真的是有一点夸张 还有呢 她囤积的什么东西 她囤积 以前非常老的 可能二三十年前的床单被入 她不是说铺在上面 她不在屋子下面用 她就觉得那个是 她不能丢 或者说商场去买东西 然后赠你的赠品 一大堆的赠品 也没有什么用 反正她就拿回来 就是反正赠品嘛 不要白不要 就拿回来 然后丢在那里 放在那里 或者说藏在某个柜子里 箱子里 然后就放在那里 这真的是 为什么我说 它是有轻度 或者中度的囤积问题呢 因为它虽然囤积了很多很多 但是它会就是想尽 各种办法 把它塞到各种各种角落 它还是会留出来 正常的生活空间的 我看了一个 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 之后我才意识到 其实如果真的 你有中度囤积的问题的话 你生活其实就已经 比较难打理了 比较难自理了 那个女的主持人 她是到一些 有非常非常严重囤积的 囤积者的家里面去 基本上你打开这个门 其实你都看不到一个 可以走的路了 堆积的什么东西都有 乱七八糟的 她会从中间找出来 一条非常狭小的路 你就这样 就是可能侧着身子过去 床上呀 厨房呀 客厅呀 任何地方 都是堆满了东西 而且不是说有条理的 你整出一个柜子 你把它放好 它就真的是一件东西 堆在另外一件东西上 一个椅子 然后一个框子 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堆的非常非常的满 她这个节目里面 去了有几户人家 大部分都是在经过慢慢慢慢的疏导之后 都同意了开始断舍离 然后就有同意开始接受 慢慢接受 先丢一些东西 再丢一些东西 生活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起色 能看到了一些光明 但是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老太太 坚决不丢东西 就一个非常非常破烂的框子 然后就问她说 她要能不能丢这个东西 她就不丢 她说 她觉得什么时候 以后还会用 然后问她什么时候用 她也说不出来 但是她就是不丢 这个主持人 经过很多很多次来访之后 也依然没有敲开那个新房 她妈妈最终还是拒绝做改变 这个老太太呢 每天就在家里面 她也不出门 她的女儿就每个星期过来一次 帮她稍微整理一下 给她整理出来生活的空间 帮她洗洗碗啊 做做饭啊什么的 这个女儿的心里面呢 也是很焦虑很难过 因为她想让她的妈妈 过上正常的生活 但是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 没有办法改变 其实我想帮我妈妈扔东西呢 已经是好几年之前了 有蓄谋已久 我每次回到家的时候 我都会帮她打扫房间 清理各种各个空间 各个角落 我妈妈也是很心疼我 就是说 她说 你看你大老爷那么远回来 我还没帮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你就还里里外外倒出过 收拾家 因为她家里东西多呀 我一收拾一整理就是好几天 真的是不停不歇的 就整理好几天 但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扔东西 因为她不愿意 我也不能强迫她 但她来挪威玩的时候 这次是让她彻底改变了她的那个想法习惯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家住的这个大小 跟我妈妈家住的大小相比 也就只是她的一半 一半还小 她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家这么小 但是空间这么大 而且当时她跟我姐姐一起来的 就我们四个人住在这个家里面 一点都不会觉得憋屈 一点都不会觉得挥挤 所以当时我就乘胜追击 一看她有这种想法 因为其实这种转变 真的是需要你自己内心 你自己需要想着说做改变 你才能真正的去接受这个改变 如果不是自己想的 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就乘上追击跟她讲说 然后你看东西比较少 你就可以打扫起来 也很轻松 然后也会更干净 你其实生活起来 也会更舒服 对不对 然后别人来家里做客 你会觉得 别人也会觉得 家里亮堂堂的 多开心 多舒服 她也是就这样被说动了 一方面是自己有真实的见到 这种不一样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也旁敲侧机 就是吹了很多耳旁风 我再回去的时候 她就同意让我扔东西 那个时候 我就真的超级开心 虽然我帮她整理了一个星期 我回家看她 有几个星期 两三个星期吧 但是我花了一个星期 帮她收拾家整理家 那我觉得就真的是值得的 我帮她清理完了之后呢 她自己都觉得是 就没有感觉 家里的空气这么清新 就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了 但确实是这种感觉 当你把家里的这个空间 从这个小扩大到这么大的时候 你视野整个都开阔了 其实你 你的思想也都会有所改变 现在我虽然回不去了 但是我看她在家里面 也还在不断的整理啊 收拾 以前呢只是说开始扔东西 表面上清理清理 她现在都已经开始 学会怎么样子收纳东西 她自己的服装 就是做服装的这些面料啊 或者说做方案那些线啊 她怎么样子整理起来 更省空间 更容易找 更整齐 更好看 她自己都开始来做这方面子的改变 我都觉得很为她感到开心 但其实别看断舍利跟整理 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真的能改变你一个人的想法 或者说心境 生活方式 甚至说能提高你的行动力啊 或者说其他方面的改变 都是好的方面的改变 我觉得真的这个魔力太大了 看过我之前那些视频的朋友们呢 我相信有很多人早就已经开始动手 做这些事情了 而且也有很多人跟我分享 你们的心理路程 整个的这个经历 真的是特别特别为你们感到开心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也想开始做断舍利的话 那在关掉这个视频之后 不妨就马上开始吧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